對徵結 我會這樣講 我一直停留在他指導 那後來我大概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 他是以了我們歸宗的過程 訪復犯 就是他以前在國中時代 就對三分級道被人有 非常愛國的 那其實有時候 就是這種改宗的狀況以下 就是非常機器 做到一處或落的 其實像這次課綱也是這樣 你會覺得到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已經有好幾個人 其實是跟斷絕分之關係 那個航程 然後太多的沉波 當然我知道北區現在還在抗這個 努力抗這個小孩 其實家庭裡面基本上是深來 他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改一個 措知換取的 改大的客感 是這樣子可以這樣搞 不行 他反而是改中 甚至到最後 因為他處境其實有點類似 包包台中的全軍群也是一樣的 好 那個我只是稍微說一下 就是說 中間有點改中的狀況 其實我們知道杜正聖也是這樣 杜正聖他早期的時候還是穿長袍 他到英國的時候才發現到 人家國家怎麼可以這樣 英國 英國他們幫車禍的時候不定沒變 就沒事 社會信任道是怎麼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 當車禍的時候要打架 要衝突 甚至來到時期 回到時衝突 這是什麼 他才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回到軍隊學員 才終於改中 變成一個台灣的這個狀況 好 我現在來就稍微介紹 就是說 那就歷史的角度來講 這個台灣變成這樣 是有他理由 其實我們 像惡戰來講 他有點像 我記得剛來的時候 在廁所裡面 有一個叫被埋葬的怪獸 那個怪獸被埋起來 那怪獸被埋起來 不只不認識他 那不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 那個口具還在那裡 人跟人之間的口具還在那裡 那惡戰 其實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到歐文去問 什麼樣的歷史最值得學 什麼樣的歷史最重要 好 幾乎大家 歷史學家 其實全部挑選不是惡戰 好 如果我看過歷史英國 歷史教會書 最翻譯最多本也是 就是惡戰 好 那 可是老實說 那我們的惡戰 我們的課本 教的是什麼 我們的課本基本上是 以國家為主體的歷史 就是 就只有國家 可是歷史其實不是在國家裡面 歷史像王真傑這樣 就是在人脈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溝通 這樣的一個對話來的呈現 就在像 像中理他講的好伴 我也非常喜歡好伴 這個名字 以前儘管這樣 你們有好伴互相聽 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其實歷史就在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個 那個不成感情 而不是在帝王將相的故事 那我想今天這個題目 當然 我們歷史會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 真的是會有太多太多 現在英國來講 你說覺得他們惡戰都知道嗎 沒有 你去問英國大學生 他們做個統計 百分之五十人不知道誰是邱吉 我問台中的學生 百分之百都知道誰是邱吉 他們百分之五十人不知道誰是邱吉 他們百分之五十人不知道誰是邱吉 好 所以 我們這地方 我們一起去再想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歷史 或是史學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他們的歷史裡面 其實非常強調的東西 Ans 你要穿上別人的鞋子 感動身受去想 比如說我們看 彎身回見 那也是一樣 好 好 那個狀況底下 好 有好處 到底是台灣人 或是亞歇爾人 那個 那個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才是真實的歷史 好 我們無歸話 我們就請婉政姐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段歷史 大家要安 大家好 好 我先介紹阿歇爾人 我們以前一位阿歇爾人 信真 那個 他的孝生 就是 我都叫阿齋 阿齋 阿齋 三年齋 真名才 他是很 算是老記者 雖然 在我眼前 他還算是小輩 但是他算是老記者 以前那個季協 台灣記者協會 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最近常常在寫一些有關於眷村的事情 阿齋 你想說貫村都還是老蝦 沒有 我們這是蝦村裡面的蝦子 這全台灣我一直在找 全台灣好像只有台中五名 只有台中的貫村裡面有蝦子 你到其他台南台北到處 就是都老蝦子 對不對 你聽懂嗎 對 他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想要去塞給他去 日本教養那個時代 他就認為說 他要拿這個國家學長 所以這個跟我們所學的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 我看起來會覺得是很冒昧的問他說 那你怎麼 意思是說 那你怎麼 日本人是 日本是你的市民統治者 是怎麼你來替日本人去好考慮 但是他們的想法不一樣 他出事就是日本人 你穿國你去掛給日本 掛台灣給日本 還是我們要挨的 對不對 你出事就是日本人 日本跟中國在戰爭 我要替我的國家來侯樓 這樣好像就對了 所以這個東西會翻轉 我們現在的想法 像我去高雄台積老兵關懷協會 有很多年輕人 就是問那個兒子 都是當事人 就問問是怎麼 你年初怎麼是這樣 就像今年是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 馬英九就在說什麼 對日抗戰七十週年 對你統戰 你以前是日本人 我不想跟你控制 欸 這不是和解的社會 這不是包容的社會 我們今天不是要那樣的東西 所以我譬如 前幾位團隊的朋友 我們在台北 五三一台北大風炸 你知道嗎 台北總統府 那一位總統府 那位總統府 叫美軍 帶了一個 麵麵麵麵 那都帶到他們 都沒辦法 最難 那就是蘇緣 他可以來西班 蘇緣 明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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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錯誤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總統府 是不能用的 那個 五三一 我們就在台北 辦一個 五三一台北大風炸 七十週年 那一個 做燈火 很多高雄都不知道 有這個事情 台灣人 台北高雄 不知道有這個事情 那 在台北 就是在七十年前 台灣 丹陸 去找到最難兵 就是有一天 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的電台 當然他知道 我跟父母 那時候 剛才都在 台大醫院 在做火樹 他經常都小了 是經常說 父母 父哥在 父哥在 父哥在那邊 那時候就有載 但是我們聽起來 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等到我媽媽 走了之後 我才想起來說 唉唷 那時候 那十年 那十年就沒有我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就Push這個事情 然後 今年在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 那個衛名服務會見長 他也很樂意 他就辦了一個 七十週年的這個照片 他們 台式老兵 我的社會 他們去 特別到美國 去美國 去找很多 去當時的相片 美軍要來帶台灣 他第一次帶生電 一家人 他被人家 他曾經是新人 但年費我也沒有理由 第一次帶生電 後來他們的女生 他們的女生 前前先來進場 前來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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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帶男人進場 後來又一台再進場 所以他有那個前後的照片 現在在台中市長公館在展覽 後天是最後一天 阿里山 我很抱歉請你來這裡 不知道要坐多久 我是故意待會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阿里山請教 就是很特別的 你看以前的年輕人 他就這樣拚了 他為什麼沒有帶來去做飛行員 因為他都要太散了 戰艦 吃不飽 身體檢查都不會通過 對 身體檢查都不會通過 所以會想收入的年紀 但是他帶我們 原來生了很多錢 他會有空軍 他一直做到空軍 空軍配目 收入的年紀 他的手很巧 所以在美國 在河里山收入 一個年輕人要八百塊美金 對不對 他來收入 他就有空軍 空軍的服役 所以 他如果收入一個 八百塊美金就對了 美金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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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國的師傅也會去你 一國的師傅也會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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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塊美金 你怎麼說一下 對 對啊 要像他做的 對 安菜也會去那裡 像我一國的師傅也會去那裡 對 對 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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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臨先 對 我 那個 現在進入正題了 這裡 這裡 今天 來這裡 廣告的都挺多 這個只是 跟 自我介紹一下 師大聖教信息盟主 我第一次就考到聖教信息盟主 因為我不喜歡政治 也不喜歡歷史 可是我的人生 竟然就是在政治跟歷史 這兩邊 他就這樣 這樣 在美國 那個部分就是曾經 那個 黑名單 掌秘 不能回來 然後 我後來選上立法委員 國大代表等等等等這些 好 這一次 我今天特別聚焦在台中跟我 那個 這是他台中 人家說台中人 他叫四平八穩 可是我曾經在1991年 在柯博館後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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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們說柯博館那些都放起來 西藤路 西藤路 為什麼選在台中 因為我覺得 我認為台灣應該 首都應該設在台中 所以 我 其實我跟台中 編編很多 我以前在中國時報 上班的時候 就在民族部就在對面 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那邊 那天我跟張美說 我們那些 都走過 那間是南園酒家 南園酒家 對不對 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哪有酒家 哪有酒家 很難 所以 在 台中 那我們當時 就覺得 就成立一個台灣建國 運動組織 為什麼要叫建國運動組織 因為 考博春那個時候說 國家統一 那個叫做 國統綱領 裡面會說 什麼 要國家統一 什麼 我們就認為說 我們應該是台灣建國 很簡單 再打對台就對了 那 認為首都應該設在台中 我們在全世界 你看美國也是 Washington DC是首都 另外是政治中 而是經濟中心 尤其你看荷蘭 曾經統治過台灣過 荷蘭他們也是這樣 他的國家 他就是這樣分布 每一個都市各有不同的 那個作用功能 所以國家的發展才可以均衡 現在的建國是中北清南 目中沒有中部 所以 我們中部人要最慶典 這個是當時在台中 在這個西藤島的時候 有Q個 台灣第一個 公開用汽油彈 跟他對抗的就是我們 後來 因為這個事情 我到 要到美國的時候 你跟我說 有那個 有沒有犯協事案件 我說沒有 他們都說 你肯定嗎 我是肯定 因為這個事情 他們都沒有起訴 都沒有出力就對了 為什麼不敢 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是在 那個時候 台中省黨部在北部那裡 意外 就有一個人 不小心擦槍走火 丟一顆汽油彈 丟到警車 警車 警察車等機 有給我們 警察車把我們打 車輪 打破這樣 後來 兩千幾個電波警察 我待會兒看我的相片 我再先從 從頭講起 這是我來台中的時候 你看那麼年輕 這個是 這個是謝東銘 謝東銘 是台中銘的 他是離水人 那時候叫做半山的 他也當過師大的校長 那時候說 我當時跑審議會 審政府跟審議會 就在office 在民主室這邊 然後 那個審議員都說 江國師父 我那時候在中國師父 江國師父是大部 派到這個女孩子 那個時候在二十幾歲 派到這個女孩子 你是要怎麼打拚 後來他們才知道 女孩子 年輕的女孩子也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後來 陳主應 總之是我 那邊是許姓娘 我把手拿起來 這個在 這個我就不多說 我只是給各位看看一些照片 就是 許姓娘那個時候是審議員 是 他就是郭民黨拿名 審議員 但是 他做審議員 之後 他不算投入館長 但是郭民黨外拿名 他投黨參選 後來發生中立事件 1977年的中立事件 這個 為什麼會發生中立事件 我們就是做中立 那個時候 後新娘就說 他要寫一本 我問你是怎麼選的條 可能都是眷村很多 那個 那個外省票很多 他說我選給你看 我實在不相信 但是他說他要選 我說好 我幫你寫書 所以他那一本 彭民之聲 只有兩個人幫他寫書 一個是我 一個是張俊宏 然後他是 那很多事情 你們各位去搜尋一下就可以知道 反正後來他那本 風雨之聲 在全台灣造成轟動 因為他說 本書 他沒有版權 歡迎翻印 結果全台灣都把它翻印 因為那個時候 郭民黨要來圍剿 他先以為 我開始要 沒創門 他怎麼創門 台中 他一定 一個 主導一場 那個 圍剿許姓娘的大會 結果 許姓娘一腳成名 後來就選上了 那個時候 我們在台北 選那個 那個 立委 陳國印是台大的教授 他很會演講 他是第一個外省人 來參政的 來選舉的 不透過 不由 防護新黨部服選 來選的 所以給各位看一些老照片 我昨天 這兩天才整理一下 來 哪一個照片給各位看一看 這個你看 楊逵 我第一次去拜訪楊逵 是在東海花園 有不 大家對面這裡 楊逵 跟陳國印 那時候我在外面 這是我們的 競選總部 你看我們那時候 競選總部很簡陋 用那個 挑戰 那個時候 只能這樣 借人司機 也要聘償 革命社會 成功同志 人群努力 然後擺一個國旗 擺一個樹莊山 許姓娘選舉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 是用 中國國民黨黨員 因為我在彰化民眾的時候 從初中 高中 老師趕快會給他 錄檔 我說不要 結果 我在高大 是 因為考大學 你要 身分證什麼 要拿去 那個 送給他 結果 那個老師 轉給他 國民黨黨政 辦完之後 我從此 不投票給國民黨 所以這個 我們就用國民黨黨員 然後就罵說 武黨黨得黨魂 早已經失去了 什麼什麼 那時候很有名 後來這個潮流 也是在台灣審議會 後來就是選舉停止 全世界 後來還有選舉 選舉了一段 我們停了 他怕輸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1978年 美六四年 第一年 全台灣串聯 由於高四年 丟了 全黨外開始大串聯 所以就 很多人 我們那個時候 他不要停 我也會丟 結果 就選到一半 美國跟中國建交 蔣經國睡夢中 被人家教訓 美國跟中國緊急 他不知道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就選舉停止 那我就 又跑回來審議會 每次開會 我就寫 然後 這個第一版 這個正面是吳哲朗寫的 背面是我寫的 然後寫完之後 就拿到台中的一家 快速營商店 我去找 找一間 快速營商店 去營營 你去找一間 造成很大的風洞 那個時候 然後很多人捐錢 是我簡介 連戰 你現在看他 去外邊什麼 你看 我那時候 邀請大家說 這樣也是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而已 我邀請大家說 你嚇一聲 你廟對 這個就是很多故事 但是我不屑把這個照片 擺在我的臉書上 因為他會 髒我的臉書 所以我都不敢 不敢拿這個視角 這個 唱得懂的 唱得懂的 那是張詠泉 那個 連戰的旁邊 那是他的 爺氏同關 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橋頭示威法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右邊是陳菊 堅決反對 政治破壞 左邊是陳婉珍 這是我們那時候 選舉停止 然後 就開始了 一根八 各位演出 補頭一下 為什麼會有橋頭事件 以前我的助理 跟他說 橋頭是哪一個橋頭 他就是一個 中山橋的橋頭 橋頭是高雄市的 現在是高雄市的橋頭區 他當時是老家 那個時候就是 許姓娘 那個父子被捕 國民人陷害的 然後 許姓娘那個時候是 頭部管理 他當時說 連他當時 他們女兒在做生 他們媳婦在做生意願 他們兄姓娘在做館長 他以前是 高雄歐巴的頭 競爛 這樣也兩個爬子 跟他抓去 如果我們不做什麼的話 他會一個一個抓 許姓娘當時 就堅持這樣 可是 黨外你說去遊行 會很容易 那 以前 日日白就是這樣 街頭 我們 穿幫你掃鞋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人很害怕 我記得 那時候出目線了 他也有去 他說 我看得到這兩個 女兒說 兩個 今天最早前 到底是不怕 還是 不怕 都有 為了那時候 都有 也不怕 真的不知道 說他們怎麼整領 也不怕 那時候就很純粹 不怕 所以這個非常有名的 橋頭示威 後來就是我搬那個潮流 然後後來我到美國 然後 再給我一個爵士抗議 結果我們是 唯一成功的 把人叫出來 包括那個印刷廠的老闆 也叫他抓去 他說對那個老闆很抱歉 後來回來 一直要找他 他們都並不見面 就是找不到人 我拜託陳柏雯 陳柏雯也被抓了 那個陳柏雯他當過台中市 這是民地黨台中市黨部的 第一屆的圖文 這個是美國 那個時候好像是 MG 還是MG 的通訊社的一個照片 你看 十年開名單 等一下用來把它放在那裡 放出去 後來等到出去 等到出去 然後 那個 我那個時候在美國開書店 我的書店的那個 一個 來那邊打工的 是從中國上海來的小姐 他說 好殘忍喔 你看 連共產黨都說國民黨很殘忍啊 第二年 那個是前一年 然後第二年 就是鄭南宏赤本 然後 我想說 欸 人家未到這樣 洗掉就沒了 我們如果不能回來 我們算什麼 就回來了 但是他 他 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怎麼回來 我到現在還沒有公開透露 就被他們團團圍住 這是 那個 那些 鄭南宏出兵的現場 他剛才那個鄭主美 葉菊蘭 然後 我在東京 他被他們團團圍住 就是回來 那個 見鄭南宏最後影片 其實要感謝鄭南宏 因為鄭南宏那個主文 國民都嚇到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那麼激烈 包括丟棄油彈他都不敢知道 真的要感謝鄭南宏 不是我公委 大師鄭南宏的 還要後來災法治本 所以那個時候就 黨外的活動是 一次一次一直把他拚開 經常把他拚開很大 我就開始他農了 就是這樣子 但是 我的同志 其實都不認同 你知道嗎 包括 我剛才說我 棒打連戰的時候 我要被民進黨還要把我送去黨去處理 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看我那個時候 我兒子 他很不喜歡街頭那個運動 他沒辦法 他看差一點要被解放出境 所以他主要說 共產黨入境有黃金 台灣人回家要判罪 那時候教授都 流來都有孩子 所以你為什麼選舉 我有終結中華民國 我去演講 我說 我不是只有終結 中華民國 終結很多 包括終結反共意識 那時候我們再去弄一下 從此就沒有反共意識 你有沒有知道 我不知道 替我們台灣人 想多少錢 你去拚開 這個就是 也是抵抗前 那後來我們把整個 武器全部燒掉 這個是一個社會運動裡面 你可以講是最激烈 最邊緣的一個團體 他也是一樣把它撐開之後 所以那個時候民進黨 也很焦慮 兩黨都很焦慮 我們在台中在那裡 在台北開始一直在那裡 在棟房 這要怎麼樣 這會死人 結果民進黨通過台土擋槓 至少我們有一點點的功能 後來都被抓了 不好意思 這是服裝不整 因為剛出獄 在那裡 也不知道要出來 在那裡就穿這樣 穿托子 大家都穿托子 都要穿多鞋 不能穿鞋子 在台中看守所 就是要用江蓋世 周武健 李永生 李永俊 李永俊 你怎麼說 台北台中 都怪責的 就是 行馬一百條 廢子之後 預備內亂罪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等於把 預備內亂罪 把黑林丹 最後把台土解釋 全部都把它解除掉 所以他說解緣 他沒有那麼乾脆 我們都是這樣 用血 用汗 用淚拼出來的 一步一步 他就把它拼起來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來講那個 1940年代 其實我這次有兩問 我想給我們那個 責務 他們怎麼處理 那我後來這幾片的整理 的時候發現 有些東西裡面有錯誤 不好意思 很多包含 那我這裡面也是寫一些 就是說跟我們台中有關 你看 像在1937年的魯溝橋事變 就是所謂的中日抗戰 中日戰爭 那 那時候台灣有哪有派邊去 我外公還去當同意 做同意 做同意 我們外公也我們做同意 派到不知道上海也都會去做同意 然後 你看 那一年 其實日月潭 你沒辦法說 你外人這麼漂亮 那日月潭是日本人建設的 我看到一本書 他就講 當時的日月潭已經變 兩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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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所以後來日本人他是從 應該是武巨那邊 踏一個地道 很大的一個工程 現在看的沒那麼漂亮 其實是日本人建設的 你看 這個 幾個國家公園 那就是國家公園 都是在那個時候 日本人建設 但是還沒想說是他們的公園 1939年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但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 你看那一年新岛港就是现在的台中港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 人家日本人在1939年他就做了 做到后来因为战争等等 所以后来蒋经国变成他的政绩 这个是1939年他们就开始在五岁的台中港 这个1940年年代 1940年代我认为是刚好前五年是日本人统治 后面五年国民党来 其实这五年我在这边搬门弄服 历史老师在这里 结果我认为这十年是京阳台湾最大的十年 因为国民党来的头五年 等于是巩固他的统治的基础 所以在1941年 日本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禁运 尤其是石油 钢铁都把它禁运 所以12月7号就偷袭珍珠港 那日本人开始战争以后 他们其实在台湾的岛内 他们也开始高压统治 所以那里面11月8号是凤山事件 其实他这个特高事件就是高等特务 他们的日本的桌上台湾像现在的警长调查局 现在可能不是很恐怖 那是很恐怖 那他是主要是在台湾的南部 可是奈何也在那次被抓了 没有 无关他就一个人去看他为什么 说他在外面说 他在外面说 煽动不立即战争的言论 或者说他因为怕台湾人跟中国结合 所以他没什么信任 然后把一些爱说话 都狙狙去看 包括以前一个台大教授陈绍婷 他们的家庭也有好几位 都因为这个 他里面很多事件 现在Google一下都有 我两年前Google查不到 现在围基板就有了 有蛮多资料他补了很多 就是高等特务事件 然后后来因为有人反应 所以在主要是南部那边抓了很多 凤山事件、丹冈事件、高雄 什么都在高雄院的高雄 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南静的一个点 那后来因为有很多人反对 所以就只抓到中部 抓到我们彰号的奈何 就往北就没有抓了 奈何因为这样子 他出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这个1942年那时候日本很厉害 不行 那时候日本很厉害 那那个日本 这样打败新加坡 他不是只是偷袭郑主管 他打菲律宾 一路一直打下去 所以12月2月1942年的时候 他在领新加坡 改名叫昭南岛 那时候他们那些小孩吃的都 本一个球是什么 学校的庆祝 那一年出生很多人的名字叫昭南 不是你看昭南 一定都是1942年出生的 你看那个昭和时代 黄昭顺有没有 后面上黄昭顺交和出席的 真的是这样 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 你看 印尼、菲律宾 这个什么 新加坡全部 一直一直都 兵败如山岛 全部都被日本人载民了 但是到这个6月 中途打海战 这个就是决定性的载民 后面日本就开始 结果开始输了 尤其是1943年的356 那个 他 因为他的密码被美军破解 所以他 座佛林基 要去视察战地 最前线的时候 被脊弱死亡 那里 那里日本 作成很大的 心理的阴影 他就去台湾 他就觉得 日本要输了 然后也是在那一年 中美混合联队轰炸新竹机场 就是 包括重庆的飞机都有 但是 他其实 中国人 他父母都在打内战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实力 所以 他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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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人 是非常的瞧不起 他觉得 中国人 就是很 那个 军纪不整 什么 他们非常瞧不起 我妈妈也是这样 他们从小 跟他说的 都说 他们很瞧不起中国人的那种 来到台湾 把你唱 把你 把你 所有的外交 什么 那些人都很大 那个时候 就是开始 那个 轰炸 第一次 台湾被轰炸 轰炸 这个新竹机场 再来就是 1945年 日本政府 开始对台湾有实施争 他就是 什么叫做 内地延长化 其实 包括 他本来 日本人来台湾 当公务员 他是比台湾人 在台湾当公务员 多六颗 六颗 多六颗的薪水 那一年 就全部取消 可是 来不及了 那一年 日本就失败了 就投降了 五三一台北大荒炸 然后 10月25号 国民政府代表盟军 占领台湾 我在我的脸书上 我贴一张 你们各位去查一下 国家党案局 里面他就有 他也讲 占领计划 中华民国蒋介石的 那个时候 他主导的军队里面有一个 台湾占领计划 怎么样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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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说官户 不是官户 他也没有问过我们 那我们 要是很长的故事 然后 这12月 他就开始在台湾征召志愿兵 那时候都用评的 我在第一本书里面 我这个有两本 第一本书里面 我问一个 就是他做日本兵 日本的港湾 海军港湾 很多之后 因为生活很难 所以他 那时候 刚才国民党 就说 在那个什么 中央日报 哪里 就看一个桌子 你们要不要来当兵 什么 可以 还可以学国语 然后还可以 有这个 可以 有初中的学历等等 很多诱因 而且 不离开本岛 他评论不去日本党 结果 他们一上 英姊去报到以后 然后就是外交集团 吃空缺 像我访问一个姓梁的 他说 叫他说 招什么什么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他 他虚报 他均荒就是虚报 那个名额 那个 军林 会 报很多人就对了 吃鸡鸡 吃鸡鸡 阿里山最清楚 他在通訓买 通訓买 整个拌握的时候 他为了他们 要吃饭 煮饭 缺盐 去给他 用一支鸡 去挖一些盐 这样说 要给他拿去 吃粉 他说 你外交外这些 我都没关系 你为了一杯盐 又要给他吃粉 我是拿来 给大家吃 阿里山 阿里山 你待会再说 我说你的道士 在干嘛 呵 先生 那一副 我没赢 他说他 不赢了 他就要 去巴巴斯 去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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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一包就剛剛說 說什麼不太 說要自己出門 對 外國人都習慣了 你怎麼說 我們在剩下的 要把正常藏在這裡吃 你們在剩下不是一個顧位 無領行水 行水是你 剛才那時 你們剛才那時 這樣喔 所以结果他们一报到 马上送上船 马上武装解除 有的人说这不定的 怎么会走那人来准备 都走到 要往回走 或者跟他理论全部被枪毙 有的就跳传 就被我们贫害 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 但是死了很多人 听说几个人来的 回来就没有 大家没有几千个 然后回来的那个待遇非常的差 他那个什么 那时候叫香港来对渔民 他借他们的东西 战略物资 或是他们头部的金子 那个渔船 都可以领八十万 台湾人去当兵打仗 打到徐邦会赠打到没死在那里回来 死在那里够二十万 而且还要是中低收入物 他才给你这个二十万 你这样有公平吗 国防部的 我这里面都有国防部的行政命令 但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 现在已经凋零 剩下没几个 所以 到后来那个 帮他们争取权益的那个许昭隆 他就是这样买了他自焚 在马英九就职总统那一天 五二零 两千 明白吗 五二零 五二零 自焚 自焚而死 因为他 他感觉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后来他们就高雄市 有一个台籍老兵 官员台籍老兵 官员台籍老兵 文化学会 他们在期间 那也是徐邦王去拯救来 可是民进党都不管 很奇怪 那些堆是本作堆 他囤出来的本作堆 那是五军人 他的五军人做指定的事 给他们的 现在那个 没多久 他去一间战争与和平纪念馆 结果 那个 这两三年 因为海岸侵蚀很严重 那个 已经慢慢侵蚀到这边来 快要 快要掉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很多的故事 如果到奇经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好 这其实后边这五年 就是说 台湾人参应会成立 但是同时 日本政府会同时 废止台湾总督府 当然 这很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讲那么多 就是说 包括那个 一直到1952年 才签那个旧金山合约 所以 这个所谓的 台湾的卫兵论等等 但是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烂尾 那1947年就是228 很清楚的 3月6号 蒋介石在南京的国防最高委员会里面 他下令 应该不是蒋决议 下令派兵镇压 3月8号 太湾建就来 就开始大屠杀 所以这个是 蒋介石是228的元凶 可是今天很多学校 什么林林新村那边 还有一个蒋介石的大同向在那边 大家说他是民族救星 你说 你说 各位 如果我们有投资我们想 这样你能接受吗 所以这个转型正义没有做 真正被当总统他也不做 所以要靠公民的力量 然后1948年就是蒋介石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 他中华民国还没有灭亡 第二年才灭亡 你看在1948年 后来 廖房的就走去香港 要走日本 然后他就成立了台湾在解放同盟 他向联合国请愿 要由联合国来托管台湾 可惜没有成立了 没有被介绍 那1949年 这个就是 就是 其实中华民国就在10月1号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对台湾影响 你看 蒋介石 发布引退文告 所谓引退就是总统辞职 就是说 我总统做得不好 就让共産党要帮他 一路赶下来 所以他就辞职了 然后 4-6 台大师大的4-6事件 这个也是很长的一个故事 我爸爸 我在 党外运动的时候 我老爸跟他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 你刚才去做这个 他说 我那时候就是 你爸爸做这个 这么有钱 帮给他钱 我就跟他说 就是你们 那时候都没人 还我们现在都要在那里 做得干扰多 结果 结果 后来我才知道 他所谓的 泡泡脚 真的是 他去打麻将 所以逃过4-6 因为他那时候读师大 那是台大师大 一些学生就被抓了 傅斯年 傅斯年不是说 你们不能 不能来抓我的学生吗 但是 师大校长 就没那么的干识 然后 所以知道 台湾省私有更地 就用办法公布实施 这看起来是几年而已 但是这个就是 所谓的 庚泽有其田 山西鲁建都庚泽有其田 是国民党一直在宣扬 他的德政 但是 事实上是这样吗 各位 这个是 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一个口号 就是说 要庚泽有其田 但是 国民党 他在中国很多财产 所以他没办法做 但是他到台湾 因为 他是外来的 他在台湾他都没财产 所以 你们台湾人 你什么听话 不听话 反正我都把你全部把他 那个 所以你看 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大地主 只有少数 像 林建堂 林建堂就不听话 所以 就死在日本 孤家就很听话 就台名 就是市贷公司的股票 就台名 连家也很听话 所以 而且 连政东任的时候 还就是当 这个 鼓励改革 他在 在 在中国 那些都算判刷 连衡 就是因为 替日本人 写一个鸦片扭议论 对吧 对 林建堂 陈怀成 他们 总是刮 立司社 他们总是 就跟他绝交 所以他 台湾住下去了 连杰人来说 台湾住下去 整个 整个 都带到中国变半山 结果他回来 接收之后 他现在台湾上来 就是这个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三七五简珠跟着有齐田 我们也说也是小弟子 他一辈子 辛辛苦苦的奋斗 然后 买了一些田地 他只是 他没有让他们的鸦去做菜 他就让他们的鸦都去打掃 结果 那家庭鸦别人来笑 说 你这样 你们鸦都买到做菜 以后你是要做什么 真的被他们说中了 所有的东西都 一世之间变成 替他们放下 所以他 其实你说 对于这个 这个农民电农的这个问题 台湾并没有那么 那么严重的一个阶级对立的问题 那很多地主 其实跟电农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像其他国家 那么的激烈对抗 但是他们来的时候 我认为 他是借这个东西 把你台湾人的这个资产 资产重新全部重新分配 你把他都放下来 然后剩下他有钱 然后土地就被他搜刮 你要听我的话 民家故家就跟他们讲了 不听我的话 民家三少年就跑到日本 你死在日本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其实这里面 我们在读历史 你要去看这个东西 层层宣布戒严 但是这个戒严令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我是不承认中华民国 但是你要依照你的宪法 你也必须要经过总统 总统要签名 回家 可是各位 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中华民国没有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是李中仁 李中仁不敢来台湾 走去美国 怕被蒋介石杀掉 所以 你看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一号 已经离退了 他辞职了 总统应该洗 洗得走 跟他们洗 后来又復刑事事 所以那个事情 谢聪明 我们彰化的立委 谢聪明立委 后来当总统的国政部 他就一直去 市县 去司法院 跟他讲说 你这个东西是戒严令 这个是有问题的 可是他们不敢处理 包括我当立委的时候 我就去陪一个事先案 说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 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要当立委委员 要审国家的预算 中华民国领土 如果北起大兴安宁 难道有什么南沙青岛 那东北几审 东北九审 我要多少预算给他 不是这样吗 结果啊 过很久的 今天大华都不敢处理 他就说 这个不是他们解释的范围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大法官不敢解释 背后 谢聪明就跑去监察院 去跟一些刚才委员讲 那些监察委员 有的是偏绿的 以前是监察官方 像黄黄雄等等他们 他们说这样鼓励啊 所以监察院正式 他就一个监察院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有瑕疵 可是有瑕疵又不是监察院的权责啊 他就移请司法院去处理 司法院不处理 我们彰化的司法院 曾经带过法院部长的司法院 他就跟谢聪明 他们是同学 他跟聪明说 你这样不行啦 这就做下去 整个中华民国会当机啊 因为所有的 如果是全部这些都是违法的话 包括动员时期 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以前的动员时期的 上面有一些那个的法令啊什么 全部都无效 全部要从头 都要死去啦 国民党一旦 财产没收啊 以前白色恐怖很多人财产被没收啊 那些东西已经有的 就已经吃掉了你知道吗 所以到今天不处理 然后 四万多一户 各位可能没有听到 我小时候常常我们的店铁人都说 你们有点缺的哦 要不要四万多一户你就知道了 就是 四万块旧台币变成换 换成新台币一万块 一块 通货膨胀贬值四万倍啦 可是不止四万哦 因为那个时候 一块新台币的币值等于 5块新台币等于一块美金啦 对吧 第三 五块新台币 等于一块美金拿多少 不然新台币又一直贬到四十块 美金一块对台币一比四十 刚开始新台币四万多一块钱是一比五 所以你想想看台湾人的财产 看 就都没了 但是哦 他们从中国带来的钱哦 那两银啊 你现在也有本两银对吧 那原大头啊 那两银没有贬值哦 啊法币在中国已经不能用了 在这边都没有贬值哦 所以 所以 那外星人就贪一笔钱 那台湾人大家都没钱 哦 所以他等于包括二二八清香白色恐怖 哦 是让你整个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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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都没钱 哦 然后 跟着有其点把你的土地全部重新务配 然后 细完 一些跟你的产产全部都归零 哦 等于归零啦 那时候我问说 啊你是怎样生亡啦 哦 有的人说 跟宝帝去银行亡啦 一宝帝我一块两块啦 有的人说阿败啦 就不安了啦 啊我说 那那个时候银行怎么办 怎么 这个怎么交易啦 他们说阿败人喔 会有可能变土糊子 我们说卫土糊子 对吗 那时候银行要卫土糊子啦 银行要卫土糊子啦 银行要卫土糊子啦 卫一百万就一百万 因为他货币发行来不及了啦 就是那种 那种贬值给的 通路不上太厉害 就是在那一年 1949年 1949年 然后你看 1950年蒋介石 复刑事事 请问各位 中华民国宪法 我当国国大代表 中华民国宪法 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到真相条文 从来没有复刑事事 这四个字啦 所以 他是违宪 做到这个总统啦 实际就实际 实际喔 这四个字 真的是这样子啊 因为他戒严 所以你们俩都不跟他说一下 这个是违宪啦 我们读法律的 不是有这个读书理论吗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所有中华民国全部都是不合法啦 我们以前常常在说 国民党来接受的事 来占领的时候 很多人去欢迎他 很多台湾人 那些人不知道 想说 那些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的老一辈 所以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统派啦 这也没办法啦 因为他就觉得说 啊我 我跟那边登山来的啊 日本人是异族啊 有一些人还是这样子 因为日本时代 他并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 所以他也在那边 西区做大事 都很严慌 日本人买了一罐啊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统派 所以国民党来的时候 很多人去欢迎啦 我以前也有去欢迎 对吧 我们老婆说 他去基隆 去基隆 那个 买到有去欢迎 看一个说 啊这哪里 中国平衡哪里 有什么 店鞋的保护帅 拿那个 那个 是啦 黑白搭 搭一搭 停搭搭 什么 啊連绑腾都不会绑 我这里面去一个一个访问 他们很多人都提到这个 就是说中国兵的那种 那实在是 这就没说 所以他们 男人 日本到的 高兴就很拥打绑腿啊 那个时候日本人是全民都在作战嘛 大家都有那个军事困难嘛 所以 所以 中国兵的朋友 你接着来说 啊 我们这个 接着来 真的给我们秦桑七十年而已 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 蒋介石 很多人在讲说 他当初赞你怎样 我是觉得说 啊 啊 我们的典代表不知道 都引人入室 我狗狗 可是你凭这一点 喔 就是违宪嘛 对吧 你 这个整个的统治基础 从1950年到今天 全部都是违宪的 啊 然后 六十五号寒暂爆发 本来美国已经要 要放弃奖家了啦 所以他们一家都是贼啦 这大家都知道 啊 啊 结果因为韩战爆发之后 美国开始 更改 他在 广东的这个 战略的这个 考量 所以 开始又 背负美人 中间有美人 后来提指 美美国就歪好了 啊 后来 又背负美人 啊 给各位看一张 这个老照片 啊 那个 那一张是台中 台中火车站 你看 我在上 出巡 大家都很欢迎 这样 方向出巡 啊 你看这个是招魂元件 在1940年代的招魂元件 招魂元件 因为我这个 我为了这个 时间的关系 所以 那个照片不是很大张 但是 它有两个棋 你看 支那 它写支那 支那 一个 在右边 这个日本棋的 最右边 五色棋 那个是五色棋 两个五色棋 啊 那个 下面就是一个 这个 清安白日棋 所以 于招魂元件 里面 两个都是支那 他也搞不清楚哪一个 是哪一个 这有得不完 啊 哪有跟 共云党党 的党徽 对吧 加一个共产党的 红 满地红 变成我们的国旗 我实际上是很难接受 啊 底下这个是 梅山大地震 啊 你看人家的日日新报 他们就 就 一本书保留起来 那是 一个监狱 把他拼到镇倒 然后 有两个 两个 清醒会被压死 啊 这个是 马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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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见了 跑掉了 只是一些 我在去访问的一些老照片 给各位看一下 下来 再往后面 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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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个字我 我电脑打不出来 台语说 叫做考书 考书 就是 清朝时代的契约书 人家说是要考书 因为 一个门 里面一个盔的简体字 有没有 有靠啊 是靠啊 他現在無時都會說這靠 平靠啊 這就是以前的 那個什麼就是 等於是合約書 財產土地買賣合約書 那在日本時代他們還是不用這個 這是千人 有一個說千人針 我們說千人縫 這個他保留的 五韻長久 五韻起長久 那個是我們彰化女中 我去訪問一個彰化女中的學姐 他說他們學生就拿這個白布 學校提供白布 然後學生去路上一個人 一針 這是一個人弘一針 你就要找一千個人 把這個字封起來 然後貼在那個 給你算是嗎 他要叫的 說這樣就有 可以補邊安 這是日本的習俗 千人縫 然後這個靖國神社 這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拍到這裡 我的照相機就壞掉了 那個好幾年前 在高雄 台北老闆問我學會 你看喔 我們在戰爭期間 台灣人總共有二十幾萬人 二十幾萬人 調去這邊 死的 死的有三萬幾個 死中有萬幾個 加到一個差不多五萬人 這些人死去的 靖國神社 有列策 有一個名字 日本人在替我們拜 請問我們台灣七十年來 有沒有人去祭拜這些 為了保衛台灣去作戰的 我們的祖先 沒有 都沒有 所以其實 我應該有 等一下後面有這個 你看這照飛機的小孩 那孩子 那孩子 那個不知道怎麼在那邊 那家子 他不在那邊是神輝 那一個爭天來 他兒子後來 當過那個 那個花壇巷展 然後 他保留很多這個照片 他那一天走的回憶 就是這種 臨時 然後 他的 畢業證書 六十幾年 畢業六十年後 才到日本 日本人在補發給他一張畢業證書 因為他們造飛心的小孩那個時候講說 那個你如果去可以讓他們有一個畢業證書 可是就戰爭就結束了 他們就回來了 所以六十年後才鼓發 那日本人你看 他們日本人還有很多很多錢 那時候在我們安寧 安寧這軍就是去造飛機的 一次在轟炸的時候 全部都被炸死 軍戶都被炸死 都萬年的人 所以我跟外民鼓說 你怎麼在外民鼓上設一個紀念碑 你看他本來他就幫你設一個衛林碑 來紀念這些人 那個人他覺得說很感冒 那就是鐵工具 鐵工具 那個臺灣小孩做的 學律師本來要去做外民機 但是那時候他剛才體驗 你剛才體驗 革天科他透過總督 收革天科的應屆畢業證 他已經提早一年畢業 所以沒有辦法去造飛機 你看 現在只剩臺灣的報告時 在台中報告時 各位如果有時間可以聽聽看 靈安故鄉 那是李登輝做總統來的時候 因為李登輝他哥哥也實在很平安 所以他也是透過民間交流的團體 在報告時的角 這樣招一下 招一下酒頭 旁邊還有一個紀念 一個糧點 一個紀念的糧品 一個紀念的糧品 那個 那個 那是我們賴河 人家說傳說賴河的夢 天壯法在插話裡面 我們回去吃可以治病 因為賴河是我們 對 雄化媽祖 雖然這個賴河 他這對彰化人 他每年過年的時候 他就招一下去看 剛好我們台灣人 沒有在欠過年 他就看你如果沒有錢 沒有你收錢 就招一下去掉 然後每年過年的時候 他就把那些帳單全部燒掉 沒有人收 所以賴河這彰化人 非常受愛戴 然後他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是高砂伊勇軍 只有他們可以配戴那個帆刀 公盤的 彎彎的那個刀 很厲害 這個高砂伊勇軍 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衝鋒陷陣 都是台灣的鬼 這個是 你們不一定看得到 我是覺得這張照片很有意思 就是 這裡那個星高能高兩峻 就是南投 裡面有很多人 還穿原住民的服裝 那個時候他們的老師 老師的一個 國民學校老師的一個獎金會 然後很多原住民的老師 他是穿原住民的傳染服裝 你看這個戰爭 我剛才說中東陸用 弄一個 去一間那一間 不過好幾年才補修的 這個是慶昌 就是我們鹿港那個藝樓 鹿港的藝樓 他們後來整修 就台中鑽美堂的老闆 就一個買回來 他整修了 剛才那個 那一間一間 那就是掃蝦的 掃蝦的彈痕 他故意把它留起來 那個是台南的 那個很不清楚 上面那張是台南的 就是現在的文學館 台灣文學館 那裡有一個 台南的藝樓 那裡有一個 台南的藝樓 這個是我們 鼻頭 一間馬祖間 那時候鼻頭 也是一樣 有那個 那裡的記錠 也有神風天空隊 從那邊出去 然後 美軍當然就來 風雜 結果他們鼻頭說 欸 就 死傷不是很嚴重 然後傳說說 那個美軍在 風雲之間 看到說 有那個台灣 男人 穿紅衣 穿紅棍 還有白腳 就在那裡 用那個紅棍 在那裡 講得會聲會靈 不過這個聽聽就好 很多地方都有講這個 那可見就是當時 轟炸 對於台灣人的那種 那種 心理的 驚恐害怕 所以他最後就用 心理的 來做一個安慰 沒有 那個鼻頭 那間客人公 我們真的 去找到一個 在附近 就找到一個 衛爆彈 所以他現在放那個 錠電 在那個 架電 那裡 炸彈 媽祖型炸彈 聽說 屏東也有人 在說這個故事 就是很多地方 但是鼻頭 真的 就拿這個炸彈 欸 我們 在那個 現在在台中那種 旁邊 四十公館 還在展覽 還剩下兩天 好像也有這一棵 羅大人有 這個照片 有 現在還在我們 台中 市場公館那裡 那裡 存兩天 我就想說 一定有很多 年輕朋友 很想知道 這段的歷史 然後 我就想到這個 各位你看 穿藍色衣服 那個 那個人 美國人 對不對 他在美國的時候 很奇怪 他就是美國人 為什麼他姓 一個奇怪的姓 叫廖 L-I-A-O 廖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去問 一直問 沒人家看 都沒人知道 問很久 問到後來 你知道嗎 他是我們鼎鼎有名 廖文藝的女子 廖文藝 各位 你們去搜尋一下 他 在後來 他家有四個博士 八個政治犯 他是西羅的望主 然後他曾經當過 浙江大學的一個工程 什麼系 系主任 學歷各方面都非常好 那帶你國母 帶你國母 回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到後來 二二八變成熟二 什麼 後來他就只好逃到 逃到香港 他太太到香港的時候 他太太就決定跟他分手 歪到他這樣 就把他小孩子 那個時候 他的 這個他就 他中文名字叫廖美雲 勤 勤勤的爸爸才兩歲 兩歲 一位 一個阿公十幾歲 後來他是去 頭頭問他阿公 他阿嬤 都不講 就絕口不提廖文藝的事情 後來他就問他那個阿公 十幾歲的 那個時候 在香港十幾歲的阿公 才知道說 原來他阿公是廖文藝 廖文藝在日本 成立台灣 剛剛有講他去一直在 希望聯合國託館等等 可是後來 都聽到 所以人說 白色公保 有什麼公保 因為廖文藝是好的人 然後後來因為這樣子 廖文藝的 他們兄弟的兒子 他們 反正他家好幾個人 都被逮捕 都被逮捕 都抓去 甚至財產全部沒收 然後就是後來 國民藝用盡一切的辦法 到最後廖文藝是回來 跟他包行 國民都去撤動 撤動 他們就說 你再不回來的話 換你老陸 他老陸已經很老了 他不得已只好回來 回來之後 我也好像做十問水口的 給他一個官位讓他去做 他就是 就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 很多海外台獨的人 就認為說 你要等你導航 所以 所以後來有很長的時間 主張台獨 或者台獨聯盟這些人 就不回台灣 因為台灣回台灣 就被他 跟他說得不聽到 你看看 廖文那個老家 現在就四樓老街 他上面這個 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照片原版看得很清楚 他兩個棋子 一個是用那個國旗 今天滿地紅的國旗 現在已經都退色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也都很歡迎 國民黨來台灣 很歡迎他們來接收 可是結果他的下場是這樣 他是三樓 連國外人的祖母 一個陣前 一個 這個三樓店店 他在那裡 那個是三樓店店 他在那裡 他說 他的前一任 他還沒到 全把他家裡的祖墳 把他握到歐條 去做醬油博物館 後來好像中年那一組 好像那個 不是那個國使館 後來可能 台灣運營網那邊 有 有把它保存起來的地方 我後來就說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這樣 大隊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後我想就先這樣子 謝謝各位